這個陳菊他講的話 真的是太雲淡風輕了 這個陳菊別忘了 你現在是監察院院長 而且你還是 國家人權委員會的主委 這麼重要的一個職務 大家會再看 你怎麼樣大公無私 來處理這次丁允公 他發生這麼重大的醜聞 這件事情 今天陳菊有面對媒體嗎 沒有 陳菊躲起來了 現在講的這些話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是陳菊本人說的嗎 都是轉傳出來的 你就可以看到 陳菊本身在面對 這件事情的態度 他其實是閃躲的 是迴避的 當你位高權重 作為一個監察院院長 又是國家人權委員會的 主委的時候 你不敢為這個受害的女生 被壓迫 被丁允公欺負的這個女生 講之字片語 我覺得陳菊怎麼對得起 你過去你還以人權鬥士為名 然後還覺得自己光環很大的 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陳菊跟丁允公有過去10年的 這樣的一個共識的關係 他還頒發了一個三等的獎章 肯定丁允公對他的貢獻 而今天他爆發出這麼重大的醜聞 他真的要給大家一個表率 他要站出來就是應該是撤職查辦 嚴查 嚴辦 而且他應該主動要求監委 要去立案調查 結果都沒有 我剛剛講的這些話都沒有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這還是傳出來的 是不是真的他有這樣子講 所以他對這件事情沒有態度 沒有態度我們怎麼相信 你將來遇到跟你涉及事物有關 你的親信有關的 你做一個監察院院長 你會幫大家主持正義跟公道 這件事情就是一個指標 完全沒有看到 另外一個 我們看到民進黨過去 對於一些 可能像過去韓國瑜在選舉的時候 被鑽到爆 我永遠記得那個 他不要講說王小姐什麼 我只記得他講說 他小時候念書都偷看人家小腿 對 民進黨的女立委出來這樣子 多少 你看你那個圖有嗎 很多人就是一字排開有沒有 民進黨的婦女部 對 民進黨的婦女部 或民進黨的女性的名單 他們在這一個 性別的議題上面 一直是他們覺得很重要的價值 所以他監督別黨 監督別的政治人物 其實都是非常嚴厲的 你只要說錯一句話 或一個什麼樣的動作 他都是一字排開 或者是那個新聞稿 民進黨婦女部 發出來的新聞稿 那就是重炮抨擊 請問這一件事情 民進黨的婦女部 民進黨的發言人 你對於丁允公這一種 去欺壓欺負另外一個女性 造成人家墮胎 三次這種行為 你有任何一句的批評跟重化嗎 你看他們發言人講什麼 這個就已經辭職了 對 沒有譴責 你不覺得完全不符合比例嗎 過去人家只是講錯一句話 就重炮抨擊 這個是逼人家逼到都快要輕生的狀態 你竟然譴責通通都沒有了 都消音了 都不見了 所以民進黨如果你真的覺得 姓平是你最在乎的一些價值的話 民進黨婦女部跟民進黨這些 女性的民意代表們 你這一件事情 怎麼可以默不作聲 你這種默不作聲 你知道會導致什麼效果嗎 這個就是變相的護航 就是縱容跟護航 護短 你就是讓丁允公這樣的行為 他可能大家也會看說 爆發這麼大的風波 我們黨內也沒有人在批判 暫時下來一下 可能其實很多人在預測說 過去很多模式是躲一下風暴 因為蘇貞昌說他是個人才 然後陳菊花也覺得他是個人才 可惜了這個人才 不能可惜 所以下來一下就好 等風暴過後另有他用 可能另有重用 這個就會變成是這樣子的模式 但是這個要給台灣社會 帶來樹立的是什麼樣的榜樣 跟價值 我覺得這個是民進黨要想清楚 私領域 私領域 我對不起黃友 還是舉一下韓國瑜市長 當年他岳父開砂石 做砂石生意 不是私領域嗎 而且還是幾十年前的私領域 他喜歡會偷看下 這個女同學的小腿 也是私領域 差不多是50年前的私領域 那你們當時是怎麼樣把這些 現在口中私領域的事情 無限的放大 無限的攻擊 無限的抹黑 醜化嘲諷 現在呢 現在呢 來 蔡總統說 大家私領域要做好 然後這個副總統說 跟女同仁相處 不能過之也不能不急 大家私領域要做好 這個蘇院長說 丁允公醫院私領域影響辭職 覺得很可惜 這個陳其邁說 這是過去的事 跟現在的市政無關 他也覺得 他的私領域要處理好 來 這個范委員 他說對於聽說的事 我沒有辦法回應 是否為公共議題 需要更多資訊才能判斷 我沒有打算評論 你就聽 有這樣的例文 來 這個袁永芳 他說剛事人已經公開說明 提出辭呈且獲准辭職 我嚇一跳 我以為我看到這些人的回應 還有民進黨這些婦女部 這些女性的議員 包含簡書培 然後這個管媽 康育成 高敏玲 還有這一大堆 我以為我不是在台灣你知道嗎 因為上一次我聽到 比如韓國瑜還是誰 爆出這種只要稍微跟女生 沾上邊的新聞的時候 台灣不是長這樣 那個時候大家都正義模仁 這個女權奮鬥者 偷看她小腿不行 偷看小腿不行 不可以 但是把人家 倒在辦公室裡面幹嘛 OK 沒問題 通通都啞 你們啞了 你啞巴是嗎 還是要拍禁戒 第二集要上映 你才拍禁戒3嗎 禁戒3嗎 這個我覺得 我相信世界議員也不認同 那個友誠 我們人性 尤其我們台灣人 有很善良的一面 就我們相信每一句話 背後是有神明的 所以我們講話要厚道 那也就是說 如果確實是私領域的部分 我們不去批評 因為我們人性總是要保有一面 不要那種假道學 我覺得假道學跟雙重標準 那都是很不好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劃分一下 事情劃分 就是說跟公領域有關的部分 這一定要追查 所以我覺得陳菊沒有包庇 因為紀惠榮監委 他已經立案要調查 而且紀惠榮長期對女權 你看他從家庭暴力防治法 性騷擾防治法 性信賴防治法 他長期在保護女性 尤其兒童 少年的權益 他生育卓主 而且過去很多貢獻 他不會隨隨便便辦 他一定會辦個水落石出 給社會一個交代 還被害者一個公道 我認為我第一點這個事情 有公器師用 有假公器師的部分 這裡面兩樣就有 比方說他用局長室 做那個事 這個就是公器師用 比方說他用他的權勢 去騷擾對方 這個就跟公領域有關 其次就是說 我們好聚好散 尤其我們男性應該保護對方 保護女性 你讓他有尋求 第二次幸福的機會才對 你保護他都來不及 你怎麼還去騷擾對方 我覺得這是很可惡的 這就是典型的渣男 典型的渣男 第三點就是說強迫墮胎 我覺得這個基本上 這已經違法了 我覺得這個當然是必須要 追查的事情 所以我只能講 在撇開私領域的部分 他們是不是過去有男女感情 那個是私領域 但是我是認為 風流跟下流是截然不同的 丁允宮確確實實是渣男 是下流 那涉及有跟公權力 跟他這個職務有關的 這一些部分 公器師用 假公器師的部分 這一定要查 要徹查 來 戴老師 把丁允宮的行為說成私事領域 這些人有很多是 有很漂亮文憑的 有博士文憑的 那也有 那當然他的博士文憑 有被質疑了 然後也有律師 很有名的律師 也有行政的首長 都當這麼大的官 然後都有這麼亮麗的學士 或者是亮麗的文憑 可是他們把丁允宮的這個行為 說成是私領域 我覺得他們對於私領域的理解 太幼稚了 不及格 小學生不到的程度 在法國對政治人物 已經算是最寬鬆的 那麼最寬鬆的情形下 他們很清楚的分出 私領域跟公領域 那在私領域裡面的 政治人物的私生活 他們幾乎都不去碰觸 也不去隨便譴責 但是只要是碰觸到公領域 你政治人物 那就必須要受到制裁 要受到譴責 剛剛世間兄講得非常的清楚 他用市長辦公室 局長 用局長辦公室 用上班的時間 然後用全市 去要人家去墮胎等等等等 這樣的一些行為 全部是公領域 他都不是私領域 既然是涉及到公領域 也就是涉及到政治人物的 這個道德 不敢批評他的 不敢譴責丁允公的 或者是當初怎麼去攻擊 批評韓國瑜的這一路 排開的這些人 現在碰到丁允公的時候 全部都噤聲 都不敢講話 不敢表態 不敢有任何反應 這樣的這些人 我們都不知道 他的政治的標準 跟政治的道德的下限 是在哪裡 所以有時候我們不由得不懷疑 他們的政治道德的下限 是不是沒有下限 也就是說如果民進黨當局 特別是民進黨的 這一些政治的領導人 如果對於政治道德 沒有下限的話 你會把整個中華民國的 把整個國家的 這一些公務人員 政治人物的 應該要堅守的 這些政治道德 政治倫理 政治標準 政治價值 都毀於一旦 我覺得沒有必要為一個人 把整個都毀掉 特別是剛剛有提出來的 一日排開的這些女生 一日排開的 只因為如果說只因為 韓國瑜說他有偷看小腿 就要上港到要譴責 要怎麼樣不尊重女性 的這樣的一個地步 但是對於丁允公的 這樣的一個 已經不是私領域的事 而把他界定在私領域 我坦白說 我無法理解他們的書 是怎麼讀的 所以拜託 民進黨政府給我們的下一代 做個好榜樣 對 孩子的心理健康很重要 真的不能讓他們以為 這個什麼權勢性侵 還是怎麼樣 是對的 沒關係 可是偷看小腿不行 這個價值觀太扭曲了 好嗎 罷著 我做的 其實 不是 有 我們 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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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